我是想回應今早警察公共關係科 在香港電台一個封閲節目的 對昨天拘捕蔡玉玲事件的回應 我首先要嚴持批評警察公共關係科 為何只是去一個電台的一個節目 在那裏自說自話呢 為何它不是開記者招待會 被全體的記者質疑它呢 而就它今早回應的說法 有兩點是必須要不單止是批評 是加以譴責的 第一點 警方是承認 昨天的拘捕事實是事件敏感 他們事前已經知道是敏感 但仍然決定是高調要上門去抓人 是因為要上門搜集證據 這個是無私顯見私 這個很明顯是越描越黑的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搜查 或者是collect 搜集證據 第一個要搜查的地方 不是應該香港電台的剪片部嗎 它這些內容怎麼來等等 它是不敢去港台搜查的 很明顯 因為可能會更加敏感 而第二點 它完全是避開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知道 這次的事件是特別令人震驚 是因為我們一直以為 新聞界是受到香港一般私隱法的保護的 所以對這一類的汽車車輛的查冊 的資料 大家都是不以為意的 以為很平常的 是吧 但是它這次做到這樣 它來來去去是堅持說 我們現在是根據法例來執法 是因為有人報警 那麼你完全不考慮 根本新聞界在精神 在法律精神上 是應該受到豁免這一筆的嗎 而你如果作為一個執法的部門 你應該知道 法律不是要來 來鉗制人民 法律是要來保護人民的 但是你反其道而行 是自己不能自圓其說的 這個是去到可恥的程度 好 多謝